今天我们来讲一个那个 也是1466的 15年的主板 0.165 先看一下这个板有没有精髓 这个精髓标已经发红了 电源板先试一下看见什么现象 先接个电源板 我们看一下那个电流 这个灯是有亮的 你看它触发 有开机到0.5掉了 然后我就停住了 它这个有可能是主板电压没有 或者主板有地方保护了 就是有地方芯片有问题 我们先找一下这个开机脚 看见掉了之后能不能再开 如果能再开的话说明是不是保护 如果掉了之后开不了的话 应该就主板有地方保护了 我们现在把那个图纸点位大家看一下 找到这个开机脚 点位图 我找到那个键盘的接口 接4800 这个是键盘的开机排线 接口 它是连接触摸板跟键盘的 开机脚走在这边 我先找到这个开机脚 看一下它 它是通到这个电容 那我们可以找这个电容 键4834 它的位置是在这个这里下面 在主板的反面 第四个电容 先给它开机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短接 看一下能不能开机 短接也是不开机的 短接不开机的话 说明它主板有地方保护了 如果短 短接能手动开机的话 说明主板缺电压 它现在是看主板有地方保护了 这样我们量的这个 开机脚 开机脚的电压正不正常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是 3.3V正常的 你手动开机的话是开不了的 那说明主板有地方短路 这种的话 掉电的话 我们最好用试波器维修的话 就比较方便 因为试波器的话 它可以看到那个掉电 是水掉的开 它或者是有电压没出来 看看哪里有问题 我们现在先从那个 带机开始看一下 带机的3V 它是这个电感 我们先用试波机看一下 先测一下主板的电压 这个掉电的话比较麻烦 你要一开机的话就要测 那5V是有 很开就掉了 3V是有的 就是这个电压掉了之后 这个3V 3V还是有的 这个波器还是有的 再看一下体道电压有没有 这个电压有 这1.15V 这1.15V 看到这个电压 这个电压也有 这1V 再看一下CPU供电这边 所以我们CPU供电都已经出来了 CPU供电出来的话说明前面的电压基本上都都正常了 说明这主板电压电压都正常 它应该是有地方保护了 因为这个板是有经过水 所以我们现在主要是看一下它进水 有没有进水的痕迹 我们看一下这边 这边是有一点点发霉的 这个影响 这边应该是那个 一个1C的副位 这里有一点点 我们现在可以测一下这边的电压正不正常 它这个是保护性凋电 跟你那个芯片有问题 凋电是不一样的 U5110 看下这个芯片 这个是1C的副位 这个有问题的 它肯定也会引起凋电的 第五角 跟第八角 看下它的第五角 第五角 第五角在这里 它掉了之后 它电压都有 说明这跟这个应该没关系 3.3V正常 我们再测一下另外一个电压 第八角这个电压 这个也是1C的一个基准 也是一个3.3V的 这个次好像没有电压 这个电压的话 它一定也要有的 有没有的话 它1C工作也会出问题 我们现在打掉这个对地组织吧 组织是零欧 总之已经 说明这个已经短路了 正常的话 它这个板的话 组织应该是有 300多欧 100 反正最低应该有200多欧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信号 所以这种进水的话 它会引起问题比较多 它这个芯片是 实际上可以很明显看到 它已经发霉了 有可能这个芯片损坏引起 有可能其他后面的后级 我们现在看见这个 这个电压到了几个地方 来到这个1C 它就只到了 直接到这个芯片的 直接到这个1C芯片 U5000 这个芯片 它就直接到这里的 有可能是这个 这个芯片自身损坏 引起这个地方短路 也有可能这些电容 先把这个芯片 拆掉也可以 如果这些电容 跟这个芯片都拆了 还是短路的话 那就有可能这个 这个搭芯片 坏了 就我们先把这些 小的零件先跑出 先把这个网卡 网卡先拆 短路的话 还有个方法 也可以直接 接个电压 直接给它烧 直接接个供电 供电 供电给它 然后直接给它一个 烧一下 看见有没有地方 发烫的也可以 还是直接给它 接个供电 供电烧一下 烧一下的话就 不用 不用这么麻烦拆芯片了 直接烧一下 看见有没有地方短路 直接给它接个 3.3V的供电 脚比较小 我们直接把它拆了 直接把它拆了 这样的话就好凉一点 还是短路的 所以短路我们直接 接个线 直接烧一下 一般这种 一般这种3.3V的话 我们可以调到 2V 因为修这种短路的话 我们一般都用烧机法 就这种 直接给它加个电压 然后看见主板有没有短路 小板拆了 电压不能超过它的电压 它最高是3.3V 你不可能调到4V 或5V 这样的话就 对主板之外就 其他芯片都烧掉了 看电流这个 已经达了5A 我们可以把电流调小一点 电流现在是短路的 现在这个灯是亮的 就摸一下看下这边 什么地方有东西烫的 我可以很明显看这个电容 看这个电容 它已经烧黑了 现在刚刚一通电 它一烧 这个电容就已经烧黑了 我们先把这个电压先端掉 我们看见这个电容 这个点位头大家看一下 C511 哎呦 看一下 嗯 就是这个电容 所以一般这种电容 是发现很多的 这种小的话 0.1级的那种是很少发现 一般都是这种 大电容量的 损坏就比较多 所以我们也很明显 一烧这个电容就已经 已经发黑了 但是我们先把这个电容拆掉 焊盘就烧黑了 我们先把这焊盘清理一下 然后把这个电容补上 这个焊盘 焊盘这边一看就已经烧 烧浮 已经烧了一点 所以我们把这个刮一下 等下给它把这个电容补上去 还不然给它加点锡 可以 我们现在在量一下这个 刚才D8甲 再量一下看一下 现在是700多 因为这个芯片没装 所以它组织位比较大 现在就没短路了 芯片装的话 组织应该就 会小很多 我们先把这个芯片给装上去 先把芯片装好 然后我们把那个电容补上 补上之后再通电测一下 所以这种新Match Hightlight 一定不能再通电了 因为它没有前级 没有控制的话 很容易烧后级 因为我们先把主板先给它 垂热 然后再放芯片的话就 盘开 就装好 找一个料板的 料板上拆就最好了 这个一样的 嗯 我要补上 再用风浆开一点 嗯 可以 看一下这个焊盘 因为这个焊盘有点有点掉 所以可以加点锡 给它固定一下 我们聊一下这个对地组 看一下 现在是 500多欧 刚才拆的芯片是700多欧 反正它这个组织的话 不要低300欧是正常的 刚才这边 这边也是500多正常 我们可以现在先试一下 接上那个小板 看这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因为进水的话 有可能还有其他问题 也有可能这个点就好了 再来把这个调到16V 嗯 来看一下这个电流 一般是自动触发 它电流现在是有挑变了 刚才是到0.3 它马上掉了 现在是到0.0.0.6 现在又跳了 跳了几次 现在电流 是已经显示了 它到0.4 就已经显了 再看一下这边这电流 它带机是0.3 然后跳到0.4 0.6 这电流是正常的 只用试波就测一下这个电压 刚才测两张是没电压的 我们再看一边 看一边这个电压 现在正常是3.3V 现在这电压也是正常 也没有什么杂波 如果这个电压有杂波的话 它也是力波不良又被引起 说明这边应该主要是 这个电容 这种损犯 我们可以拿个屏 自己的屏点一下就可以 因为它这个是发一个单板过来的 它没有发那个外配 看电流 电流是已经显了 看见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我们拿个屏 装个屏试一下 如果屏幕能显示正常的话 就说明没其他问题 然后我们拿一个 这个13年的 13年的外配 那试一下 它这个主板是15年的 13年15年都同用的 它只不过硬盘 硬盘不同用 就我们用这个 用这个点 试一下就可以 硬盘的话 15年的硬盘 装到13年的话 主板上就是 装不了Windows系统 装苹果系统就可以 所以硬盘的话 也可以用 但是就是装Windows有影响 装苹果系统是没有影响 所以我们用这些 没有15年的硬盘速度也比较看 13年的是比较慢 把这个电池也接上 看一下 开机看一下 开机声音 可以 它已经显示了 可以主板 主板是没问题的 它这个电流也在充电 把这个电也拔掉 也是一样可以用的 电池 充分电池都是正常的 所以 这个主板主要是因为它进水 应该时间比较长 引起那个电容 电容 氧化 然后造成 一期的工作条件有问题 主板造成那个掉电 保护 主要是保护掉电 这里 那就到这里吧